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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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你要是再这么不讲理 我现在就下令开除 李宗盛和程一 不要 不要开除 不要开除 这钱我们给 没事 回去上学去吧 别多想 有你二姨在呀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拿着 你跟依依啊 就把点好吃的 拿着 来 给 回去吧 离那同学啊 远一点 听见没有 一一啊 你也跟着我啊 照顾点灵子明 听见没有啊 那我走了啊 再见 阿姨再见 走了啊 阿姨再见 走了啊 有没有不适应啊 谢谢校长安排 很适应 老局长怎么样 身体一向还不错吧 我真是太忙了 也没去看过他老人家 你看老人家有时间的时候 你告诉我也是 我去看会看嘛 谢谢校长关心 爷爷身体很不错 你爸爸还忙吗 我可好久没有见他了 校长 我有点事想要问您 哦 你说吧 我想知道 粤语职的家长 和咱们学校 是什么关系啊 奶奶我回来了 回来了 我常跟你说什么来着 在学校别跟同学打架 离那些坏学生远点啊 啊 有什么事你冷静点 别动手 人家什么家庭 咱们什么家庭啊 打一拳多少钱啊 我这把老骨头可赔不起 好 我知道了 我出去了 你这又上哪儿去啊 去阿姨家 你别忘了早点回家 知道了 这孩子 哎 来了来了 哎 啊 一一啊 二一 哎 我给李子铭拿的红花油 李子铭人呢 这不在屋里塌着的吗 哎 他说呀他腿疼 作业呀让他写他也不写 哎 躺在屋子里啊直哼哼 我呀说给他上点药 他说啥也不让啊 今天麻烦你了阿姨 哎 说啥呢孩子 哎对了 你千万不要让你奶奶上火啊 啊 好嘞 快进屋吧啊 那我进去了阿姨 哎去吧去吧 别哼哼了 不想起说又直说 不 我想起 扶我起来 我是深藏之间的勇士 我不能轻易被打倒 好啊 那我扶你起来 哎 勇士他也有扛不住的事 哎 你说怎么这么完蛋哪 关键时刻掉链子 一点都指望不上 之前哪一次不是我帮你收拾餐具啊 这一次是意外 四鸭子嘴鸭 来 让我看看你膝盖跟脚踝 哎 别碰我 疼疼疼 你让我这么疼着就行 我这不是给你拿了红花油了吗 你擦一擦抹一抹就好了 哎 把裤子脱了 我是真疼 嗯 这样吧 你别动 我自己来 哎 哎 对 怎么上午还没事 下午清这么大一天啊 对吧 你欠我一个大人情啊 我可不欠你的人情啊 你少套路啊 从小到大就知道套路我 我都免疫了 啊 等等等等等 怎么了 啊 哦 二姨没事 我给林子明上药呢 瞧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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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我走 我走 百分之二十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空间 在我看向她的时候 她刚好也在看着我 你这皮肤摸得挺滑呀 有弹性 不错 我喜欢 说什么下流话呢 我看你是憋疯了吧 赶紧找个女朋友 别烦我 你真喜欢卢向欣 女神嘛 谁不喜欢 依依哥哥 我觉得呢 你得照顾一下弟弟 每天早上的早饭 带我一番 不大 没见 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可怜了我的腿啊 摔得这么惨 嗯 练一样 好好躺着吧 我回去了啊 你自己撒吧 我送你了 等我一下 那 咬线不错啊 算是 靠劳你见友谊的奖励吧 来吧 上车 嗯 我不坐 你别扭什么呀 又不是没上 我不上 你就这样扶着我就行 害羞啥 来 上车 哎 要是被那些崇拜我的女生看见了 会很没面子的 哎呦 还有女生崇拜你的 你不是上是吧 好 那我走了 哎 哎 我坐 哎 抓好了啊 小心一会儿掉下去 不用 这样就行 好 哎 哎 哎 我走了 连低头假装挥逼 却说可以 慢点慢点 慢点 想还行吗 使用地儿吗 还行 就是有点不舒服 林子鸣 你没事吧 滚 林子鸣 你没能耐 就别学人家出头 结果偷气不成十八米 自己腿断了吧 诚意 别理他 他故意激你呢 你敢打我 你再打我一个试试 那可就不值五万块了 五万块 什么五万块 呦 您还不知道呢 你们家得赔我五万块 如果赔不出来的话 你就要被开除了 还有你啊 林子鸣 你阿姨已经在校展办公室 给我妈下跪了 我妈说了 这五万块 要是赔不出来的话 你们俩双双给我滚蛋 你敢打我 你再打我一个试试 我怕你啊 哎 这手臂不疼啊 疼疼疼疼疼疼 验伤报告呢 验伤报告 我凭什么要给你啊 既然不过我出去验伤报告 那我亲自给你验伤 疼吗 不疼了 不疼了 真的不疼了 你快松开我 陆向林 你完了 我完了 你这乃兄乃兄的样子 有点好笑 我完了 哼 学校是教书人的地方 不是让你横行八道的 你以为这里还是恶恶吗 全班都要让着你 我告诉你 有本事你就回家告诉你吧 今天我打你了 去吧 你妈的怪宝宝 这位同学 我们下次说话的时候 不需要靠这么近 谢谢你啊 谢什么 陆先生分析生好 该出手就出手 我说到你都没有余人 大家差点点 我相信你 我有一个人 我去离开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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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成为护肩的了 喝点奶茶吧 陈一 我们想想办法 我没事 大不了开除呗 反正我学习也不好 也成为不了什么 社会的栋梁 那把我逼急了 我也不上了 大不了就不学呗 你们两个呀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激进的 那怎么办 我帮你们呀 可以一分钱不用赔 你帮我们 怎么帮 我爸说了 岳以植他们家 是做教育培训机构的 学校图书馆也是他们捐赠的 确实有点来头 不过呀 他们家租赁的房产 也确实是我爸很吓的 要让这样的人搞教育 太讽刺了 搞教育的人 可能也会被董教育吧 我会帮忙的 到时候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有没有 对 一定会М撰的 谢谢 怎么样 约我来 是想好了要赔钱的对吗 五万块 一分不能少 月与之同学的手臂没有断吧 谁说的 我听 对啊 谁说的 听说 你什么意思啊 不想赔钱 我现在就给校长打电话 别别别 你可千万别啊 我说 这五万块钱 真的是太多了 况且啊 您儿子身体啊 也没有什么大碍啊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我儿子精神损失费 就占了一大半了吧 我们家宝宝 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委屈 这孩子心里受到的伤害 有多大 你知道吗 要照您这样说啊 请把孩子的这个 医药费的清单 还有这个诊断证明书啊 您给我 我让我们的律师啊 看一下 照价赔偿 至于这个精神损失费啊 你起诉我吧 又要 我的天哪 太可笑了 你有什么本事跟我打官司啊 今天要是不赔钱 就等着被开除吧 有过来的感动 是凌晨的三点钟 在上顶看星空 睡得远很凝重 那时候还不懂 爱得太汹涌 却忘了你还有未新鲜的梦 到最后又怎么让你懂 没有你的世界所有都落空 因为你心痛 缺言不由衷 要怎么宽容 到最后又怎么让你懂 没有你的世界 下过雨的天空 追寻你心踪 再一次心动 期待与你相逢 再一次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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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